好 那么以后回想起来呢 我们这个年代出现的一些流行用语特有的名词 就包括大陆的富二代 官二代 那么他们正是目前大陆超级跑车超跑购买的主力 想要加入这个大陆的超跑俱乐部呢 你的基本的门槛是 你的跑车必须要至少价值台币750万元以上 过去他们是北美富豪专属的玩具 现在成为大陆富豪的必备品 而且这些车主是非常的年轻 平均年纪都在25到35岁之间 隧道上车辆排排站 可别小看这些车 仔细一点看 他们可不是一般的房车 各个都是身价不菲的顶级超跑 这场号称全中国规模最大的超跑盛会 共有600多辆超跑参与 总价值超过50亿人民币 也就是台币250亿 对于那些车主而言 有超跑不稀奇 要就要有最独一无二的 在国内只有五辆 只有两台 这个在中国大陆应该不超过三台 戴个棒球帽看起来很稚嫩 瑶瑶今年才23岁 但他已经换了他人生中第五步超跑了 我玩从19岁就开始玩跑车了 品牌有法拉利玩过了 速度有GTL玩过了 游艇家里也有 只不过就很麻烦 要出一趟海 要准备这个准备那个 很麻烦 不像车就随时 依照大陆现有的超跑俱乐部会员资料 七年机身占了70% 六年机身约29% 五年机身只有1% 其中富二代官二代占了绝大多数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 我的社会贡献比较大 因为我在美国买这个车的话 价格要便宜一半 我在中东买有一半的钱 都交给国家纳税了 我能交这么多税 我觉得是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的 富二代有钱有的理直气壮 买了跑车 在市区道路跑不过瘾 大手柄砸下一天上百万租金 在F1赛道上体验急速快感 身旁的女伴 各个都是香奈儿小姐 超跑对于这些车主而言 是玩具也是他们的交际方式